今早的AT各股推介第一集是中電2號 選擇原因是藍籌公用股中電將於今日公布2023年度第一季業績簡報 預料第一季的股息是每股6號3和耳環一樣 受到美國加息周期臨近尾聲的憧憬刺激 中電股價早前有一輪急升 上星期五出現回調 形態上似回市上升軌的支持線 不過技術分析主要是用來做短線買賣 如果買入是為了長線收息的話 適宜從股息率、股值和勸商目標價作為參考 在全球經濟活動回復正常的前提之下 市場普遍預料業務騙及香港、中國內地 澳洲等的中電今年可以踏入復甦之路 中電2023年全年每股派息可以按年增長1.3%至3.14元 隨著中國以超出市場預期的速度復償 中電的香港及內地業務復甦只是時間的問題 而近幾年最困擾中電的澳洲業務 券商就普遍預料最壞時刻熱獲 美銀早前預測今明兩年 中電澳洲Energy Australia的利潤率將可以提高 但美銀補充如果中電未能在澳洲找到合適的合作夥伴 就需要更長時間實現目標 為未來每股盈利和現金流的增長帶來限制 無論如何中電整體業務復甦可期 但澳洲業務復甦的動力就要等中期業績後才趨於明確 如果綜合由2月底到截稿前 券商給予中電的平均目標價是59.62元 投資者不妨等待 中電回到57.5元便是吸納第一柱 如果股價有機會回到54.7元便可以加住吸納 年內目標先看70元的關口 或持有作為長線收息用途 結穿50元關口便適宜先行止虧 第二種推介是香港電訊6823 近期港股大市回軟對於編號收息的投資者 反而是吸納優質收息股份的時機 香港電訊向內投資者的收息之選 香港電訊今明兩年的預期息率是超過7% 即是超過7L水平 加上股價在早前高位稍微調整 而且將會在6月初除淨 現在是一個吸納等收息的好時機 集團至今年2月以來股價都維持在10元以上 近日股價再回到這個支持水平 亦都證明是吸納時機 摩根士丹利早前將香港電訊列入為 亞太區第二季確訊股息增強的十大主題股份名單之一 並且給予增持的評級 該行認為集團的業務可以維持穩定 雖然去年頭三季行業競爭加劇 但去到第四季起行業經營的情況好轉 今年年初至今亦都維持穩定 預期營運槓桿可以改善 並且重新香港電訊是行業首選 股價走勢上 現在股價由4月高位稍微回落 正是入市吸納時機 可以享有未來超過7厘股息的機會 另外香港電訊將會在6月2日除淨 並且在6月20日派息 集團早前已宣布 末期息是43.15 上星期收報10.2 投資者可以在現水平吸納等派息 下星期間